寅逢宫最远 檀香江湖间 殿家 你们是从城外来的 我们刚到此地 请问还有客房吗 给我们准备几间 再备些韭菜 房间有的是 你们自己随便住 但韭菜就没有了 老板娘 难道是怕我们付不起钱吗 又是什么都不知道就进城的 哎 现在想回头也晚了 其实你们已经出不去城了 只能在这里一直待下去 和我们慢慢等死 等谁 等死 老板娘此言何意 哎 这话说起来就长了 这里自百年前雨水就越来越少 附近的湖泊水井也逐渐干涸 只有王公旧址那里还有几口水井出水 半年前 我们往下深挖水井 没想到 惊动了百年前死去的楼兰王鬼魂 王醒过来后 整座城就被奇怪的法术包裹 变成了只能进不能出的死城 到了晚上 王的魂灵和他的眷属 就在城内四处游荡 没人敢出门 只能进不能出 我们刚才就是从大门走进来的呀 怎么会走不出去呢 我不信 我 我 我一定是跑错方向了 再来一次 哦 哦 你怎么还在这里 不 不可能出不去的 霞姑娘 霞姑娘 你冷静一些 不要 我才不要在这里等死 我 我还有好长的时间可以活呢 我要出去 我要出去 来来来来 如此事态 成何体态 黄副哲 你说什么 想法架啊 如果我真的要死在这里 我就先揍你一顿 我看不过你这个狗眼看人低的附加少爷很久了 你 二位冷静些 霞姑娘 沙漠凶险 我们也一路扶持着走到这里了 此时反而自起戏强 人心混乱 就算是有出去的方法也想不到了 黄副兄 霞姑娘心神不定 情有可原 也请你少说两句 眼下身陷险地 我们首要的是同舟共济 群策群力寻找出路 不是吗 不是吗 哼 哼 几位道心不用过于悲观 二位有办法 灵险不大 灵险不大 龙公子这是 探查这笼罩楼兰城的结界法术 有无薄弱之处 若有的话 全力攻击该处 或许可打破结界 没有 这阵法十分霸动 看来想要突破 不是这有办法咯 那怎么办 我看 龙公子和灵波道长 想必已经成竹在胸了吧 两位当真已有办法 依客栈老板娘所说 到了夜晚 楼兰王的灵魂和眷属 就会在城中游荡 这法阵 应是那楼兰王所设 只要将其降伏 相信 法阵自会破解 不过 若是不能一举成功 打草惊蛇 反让苑灵自此引顿不出 恐怕 就不好办了 如此说来 今晚就是决定我们 是否能出城的关键 嗯 还是先回客栈休息一下 到了晚上 我们就有的忙了 大中美食也我 欧阳兄 你的脸色似乎不好 可要注意身体啊 多谢关心 听闻这折剑山庄首图 遭人暗杀 英年早逝 四大世家同气连之 我等当然要来 慰问你 你怎么会灭亲呢 欧阳兄 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 况且妖魔本就 惯于迷惑人心 或许这江城施展过 什么掩饰身份的邪术 也未可知 而现在事情败露 他才下杀手灭口 皇父兄 欧阳兄门内之事 要如何处置 想必他自有打算 况且事情也还未查亲 如此推断定案 不妥吧 实理实理 我只是说有这个可能 至于如何决断 还要看欧阳兄 多谢皇父兄的关心 江城 虽已不是我门下弟子 这杀人的罪名 却不能轻率扣在他的头上 折剑山庄上下 定要全力查清此事 也将潜信之蜀山 是将此次命爱 查个水落石出 这样最好 我等也会帮忙寻找线索 希望能将此事尽早结束 天色已晚 就请欧阳兄早些休息 身为新任盟主 可不要过分劳累了 我等不多打扰 告辞 能够一次驱使这么多的妖术 这楼兰王的能力 看来非同一般 原来 人死后 灵魂还是可以被唤醒的呀 那是不是 就不算真的死了呢 妹子 你在想什么 没 没什么 我只是担心那个楼兰王 会不会很厉害呀 之前也不是没有碰到过妖怪 不都栽在我们手里了吗 是啊 沐姑娘所言不差 霞姑娘不必担心 霞姑娘 我 我没事了 走吧 霞姑娘放心 若是有什么万一 我批死也会帮你住 嗯 你别开玩笑了 就你这身子 前天还昏倒了呢 要保护也是我保护你 哇 窩心啊 又可以说 但 好啦 快走吧 不然跟不上他们了 甘肥耶 哇 好胖的鬼魂 不顾护人 啊 神啊 神啊 我 你这不是 不然 有什么 你不要 那把你帮得不愿 有什么 根本罪不可赦 哼 死都死了 这国王架子还摆这么足 侠姑娘 不要言辞激烈 还是先礼儿 今日 我们就是来为楼兰城 除掉这一害的 跟这鬼怪还客气什么 想要除掉 你们 想要夺走本王的楼兰 不 我们是 本王要死而等一死 力量 本王的力量 本王要死在这些异族人手中 要失去楼兰的马 他好像很担心楼兰城 可能不是个坏人 把整个楼兰城都用法术禁锢住 让人只能留在城中 活活等死 这哪里算是个好人 楼兰国灭亡之间已有数百年 他或许是突然被惊醒 不知事意时宜 反应过度吧 几百年 已经 过了几百年了吗 本王的楼兰 本王的楼兰 这人事都已与你再无干系 你既已生死 自该归于天地 去吧 小心 啊 当年 楼兰州遭群郎还市 时常遭到兵戎之灾 若非本王小心翼翼与诸国周旋 楼兰早已有云诈 楼兰国的子民能够活 都是本王的恩赠 可不过区区数百年 他们就都遗忘了本王 为他们所做过的一切 这城中 竟然既无本王的塑像 也无构作的计台 这些贱民 竟然敢背弃本王 这些忘恩负义的贱民 本王要他们全部去死 本王绝不能饶恕他们 好偏激 他都 不能饶恕 我原以为你既曾身为国主 多少应有几分王者的尊严和气魂 如今看来 却是我高估你了 不过是个废物 你竟敢侮辱本王 你既为王 使民高雪而生 自当淡经节律 历经图治 方对得起君王二子 如今城池颓危至此 你有幸苏醒 不思如何挽救 反而怨恨成民不做共访 还施法将楼兰城陷入死地 昆庸 本王 本王是王 建民本来就该供奉本王 君既不是民 民何必 像你这样的废物 也敢忘奉共奉 他 龙公子 他怎么忽然这么激动啊 小心 贱命 闭嘴 本王要把你 顺势万断 他是不是会在这里吐了他 没效呢 糟了 他的恨意和怨念 正不断增强 这段昏君的怨念 即便增强 又能如何 好像很厉害啊 龙命他 放开本王 放开 可恶 本王岂能被儿子 剑民消灭 下岁的 那楼兰王怎么不见了 夏侯兄 大家小心 还被怨魂附体了 什么 卑鄙的鬼怪 废王 从别人的身体里滚出来 眼下 只能先设法削弱他的力 迫使他离开夏侯少主的身体 那 那是要对乌鸦嘴出手吗 千万小心别伤了他呀 若 要是否在内伏区鸽的话 嗯 肥 你为什么说龙命说话很难听清他说什么 算了 大少爺 烏鴉嘴 嚇我警宣 你快醒醒了 別嚇我 可惡 他怎樣 先回客棧 零頭盞是什麼意思 傻人 零過到場 下胡胸如何 不用擔心 他只是暈時暈過去 過一會應該就會醒來了 這樣嘛零頭 那就好 霞妹子還在守著嗎 是啊 这家店的人都到哪里去了 等一下好凶行 应该要吃点粥汤才行 江兄弟 老板一听说鬼魂被消灭了 就头也不回的跑到城门口那边去了 等天亮全城的人知道后 还不晓得要热闹成什么样 怎么热闹了这个城 那个城放监的人当然是走啦 好像监狱开了对门你走不走 你现在不会留在监狱啦 你多怕他要三番入监狱啊 咱们消灭了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你呀 还是先担心自己吧 我 我记得当时那个楼兰王 猛的冲过来 然后 然后 你傻乎乎的就被楼兰王给附身了 接着 又被我们大家揍了一顿 怎么了 没什么 你怎么想要好玩呀 你这个笨蛋 干嘛要把我挡那一下啊 反正我就算挨了打也不会觉得疼的 我看看 嗯 也并不发热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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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对了 其实我们下手没有多狠 还有林波道长也给你用法术疗伤 还有 还有黄斧卓那个家伙 也给你用了好多商药 还有莫姐姐说你是什么富贵命死不了的 还有江小哥 他也过来看了好几次 还有那个 我在说什么呀 怎么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了 哎呀 总 总之你没事就好了 不会的 打我们大 什么都没有 我是说 我从小走江湖 哪像你这么娇贵啊 就算爱奇亚打 也不会怎么样的 你这人 你自己冲出来找打 不是诚心让我欠你吗 你笑什么笑啊 不许笑 乌鸦嘴 再笑 再笑 我再给你几下 侠姑娘 在下失礼了 侠姑娘 你救了我 我该跟你道谢才对 侠姑娘 我该跟你道谢才对 侠姑娘此言差异 当时情景换作他人也定然会如此做 我身为男子 我身为男子 当然要保护你这姑娘家 何必言谢 少来了 这一路是谁保护谁比较多呀 这 这 嘿嘿 还是我保护你比较多吧 看你以后还敢笑我 是 是 下次定然不敢了 啊 对了 还有一件事 这个 给你 好浪漫的 下观点这是何意 我向沐姐姐打听过 你的那块杨枝白玉坠贵得很 根本不是我当几天保镖就能抵消得了的 这是我捡到的 沐姐姐也不知道是什么石头 不过她挺好看的 应该不便宜 我绑了个坠 那个 你先拿着吧 虾姑娘 嗯 说到以欲赠人 也还有不同的愿意 男子间护赠 就如皇甫兄送欲给我 哦 以欲赠人还要欲译啊 乃是二人有意的见证 而女子赠欲给男子 则 什么 我 我忘记了 嗯 真的 我怎么觉得你好像在骗我呢 没有啊 在下真的是想不起来了 哼 可疑 陛下可有发现 本以为会在楼兰王身上 等天亮后 我在彻底搜索一遍 楼兰干旱数年 忽然无故降雨 即便与水灵珠无关 存在水性质保的可能性也很大 万自然 你挑选的那枚棋子 姿势果然不错 能得陛下另眼相看 吃油血脉 谈不同凡响 是你又是他来罗兰呢 非也 尚无法确定他不会成为陛下的阻力 我怎会冒这个险 我只要他离开中原 不要扰了我布局 也不要丢了性命 他会来此也是阴差阳错 如今我罗王已成 很快他便会发现自己已无容身之所 而人界精涛将其 我魔族的机遇 就在其中 哦 这个是孤木 是 但龙明怎么会被他叫阴下呢 若无我召唤 不可轻易唤醒 以免魔器惊动他人 陛下担心惊动何人 我之唤醒虽无五感之能 但以陛下能为 又有何人能再次窥探 却不被发现 除非 陛下心有旁污 现今我族虽然数寻间 尚能得一寻降雨 但若两界水脉继续失衡 水源彻底枯竭也不过是数年间的事 而寻常魔族无法穿越两界封印 水源断绝也无处可逃 届时我夜叉之地必沦为炼狱 更甚这楼兰古城 陛下现今身在人界水土封足 但望陛下 不要忘记 龙明是魔界的人 他没差臣明 还在苦后陛下 多谢大长老教委 大长老 本王时刻 铭记在心 那臣 就敬后陛下加音 等等 陛下还有何吩咐 阿优 阿优 他武功术法都颇有尽静 修炼月行之术也已有相成 但以治国之术而言 他本已是欠缺王者之志 更是不思进取 阿悠的性格就是如此 更加之认为有我在 他便不用承担国事 舅舅 阿悠就拜托你了 他一直在找水灵珠 嗯